大家好 我是韶莎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實測的車是 B車Speed86 相信大家都已經陸續取得這台車了 這台車的取得方式跟之前的 天使之意 還有藍色脈衝以及暴風勇士都是一樣的 都是全民送永久 那這邊我已經拿到了25個鑰匙 我要準備開啟這個寶箱了 再來我們來看看外觀的部分 外觀我想不需要再多敘述什麼 相信大家都有滿滿的情懷 就是他非常像AE86 蠻酷炫的外觀 屬性錶盤的部分 在飄移的方面幾乎滿點 與上一期介紹到的A車駭客一樣 連特性也都一模一樣 但是在其他屬性方面的表現 可以說是非常的普通 甚至是差 再來我們看到改裝的部分 引擎方面我們選擇右邊的TOMAS引擎 提供氮氣動力 平保最高速度 及氣速度的加成 傳動的部分選擇中間的雷霆傳動 提供基礎動力 以及氮氣最高速度的加成 染料 渦輪 雞蛋 都沒有分支 我們按照順序改滿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來實測一下這一台車的性能數據 小噴最高速度是233.2 CWW則是297.8 WCW則是282.1 轉向的部分 有點差 整體的手感 就跟上一期所開箱到的A車駭客 非常相似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跑圖實測 這一次我們不再個人跑圖了 我們決定 體配幾場個人競速試試看 過程中也有不少失誤 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今天下午 可以拍攝 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要拍攝 看到 我 我們要拍攝 你們 我們要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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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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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让各位看看几个镜头都是我们在实战过程中与其他车辆对抗的情况 说实在 这台车真的不是这么耐转 实战上如果没有冲出去是会很辛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B车 Speed86 讲实在话会开他的人肯定是因为抱着那满满的情怀而非这一台车真的很强大 这一台车的缺点也不少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缺点 第一这台车的转向不太好 当我们飘移出弯的时候是很难进行过多的调整 第二就是它的耐撞能力也不是很好 当你在飘移的时候跟其他车辆进行对抗是很容易脱飘而且被挤开的 第三这台车的飘移减速是很低的 减速低代表什么 也就代表它的集气能力不是很强 说完缺点我们再来说它的优点 这台车的优点就是跟A车駭客一样 非常容易出发进阶氮气出弯 飘移的手感也不算差 适应下来可以算是很好的一台B车了 那么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